捷杆处理新方式 看看日本农民是怎样处理的 值得我们学习吗 首先来了解一下 日本农业的基本情况 日本土地资源很有限 但他们实行的是金庚细作 各个环节都做得比较好 像水稻的种植 从基本农田的规整 灌溉系统的修建 到水稻种植机械化 捷杆处理多样化 每一处都有着令人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对于秋收过后 留下来的捷杆的处理方式 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借鉴意义 那么他们是如何处理捷杆的呢 第一种就是直接焚烧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他们认为捷杆焚烧虽然会产生烟雾 但比起汽车尾气工厂烟雾来说 捷杆烟雾根本不值得一提 并且焚烧捷杆还有很多好处 一是捷杆焚烧产生的是物理烟雾 漂浮在空中能起到消沙的作用 二是捷杆焚烧后留下来的是草木灰 而草木灰是一种很好的钾肥 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很大的用处 三是捷杆焚烧能将地里的杂草 害虫和虫卵一起烧死 减少第二剂农作物受到病虫害的影响 第二种就是捷杆再利用 水稻收割的时候利用打捆收割机 将捷杆捆扎晒干后进行再利用 这样的案例有很多 比如日本新泄县围绕杰杆的特性和用途 专门打造了一个稻草艺术公园 里面的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用杰杆创作的 想不到不及眼的杰杆竟然能创作出这些栩栩如生的动物 再比如京都美山厅用捷杆打造出百年茅屋村 一栋栋名方上面盖的都是捷杆茅草 这样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了外地很多游和前去观光大海 不仅带动了当地的旅游产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还将捷杆茅草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第三种就是捷杆环田 他们对捷杆环田做的是比较细致的 首先是收割的时候捷杆庄留得很短 捷杆则被粉碎留在地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晾晒之后 就用翻根机对地进行翻根 将捷杆埋入到地里进行腐烂 这样的处理方式能最大程度的缩短捷杆腐烂的时间 日本对捷杆的处理方式形式多样 对焚烧捷杆很宽容并没有一尽了之 农民朋友根据自己的情况自有选择 虽然焚烧捷杆会产生烟雾影响 但它还有很多好处 总理上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对广大的农民朋友来说 焚烧是最简单高效 成本最小的处理方式 这也是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 期待这样的农耕文化能一直传承下去 不要毁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 新模式 禁止 豪华